我跟你说个正经事啊 我知道你这个墙角我挖不动 但是今天你必须给我帮个忙 客串一把间谍 知道找我肯定没什么好事 说吧 还你人情 看看这个 这个人你应该很熟悉吧 美国大使助理你来你 民国二十二年去了美国入学 民国二十二年之前的历史 一片空白 这个女人民国二十二年前 在国内的情况 查不到任何线索 奇怪吧 感兴趣了吧 我干什么经验 应该是你感兴趣才对 都说错了 是这个女人对你感兴趣的 对我感兴趣 为什么呀 这个女人她的丈夫死了 她的丈夫曾经是 英国参谋总长的特别助理 这个女人就对这样的男人感兴趣 我是这样的人吗 你不是这样的男人吗 这个米兰尼在民国二十二年前 应该是在上海 当时顾顺章给军统办了一个培训班 分了几个组实习 同时也办了几个案子 其中王沐森的小组负责了一个案子 民国二十二年 共党中央要撤离上海的时候 他们抓了两个 准备撤离的共党要员 但是他的联络人跑了 是个女的 很像他 那你们抓的那两个要员呢 可惜就可惜在这儿 这两个人被我们后来枪毙了 日军站在上海后 王沐森被七十六号策反 前两年也被我们暗杀了 但是我们知道 他的名字叫何美慧 从那儿之后就再没露过面 什么消息也没有了 你说吧 你想让我干什么呀 在伦敦 在加尔哥达 你跟这位米兰妮小姐 结下了不解之缘 所以米兰妮之谜 还得由你来解开 让她接受治疗 治疗她的失忆障 对 这儿 对 只要能证明她是何美慧 就什么都清楚了 不,去找 小珊 好点 咯 咯 咯 不,去这儿 今年下来的新茶 您尝尝 茶怎么样 有件事得你去办 而且只能是你吃 我吃 只要我能办到的 不用你去办 你去找一个人办 什么人 七十六号在重庆的那个 张麻将 找他办 正好办 联系周佛海都是靠他们的 你只能和他单线联系 是 从现在开始 让他跟踪 杨童 跟踪梁将军 是 你不想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学长 我不需要知道原因 服从是我的天职 但这件事情 你还必须知道原因 否则你不好执行 上面要重用梁藤 以梁藤的履历功劳人脉 我阻止不了 但是我对他有疑问 最大的疑问是 一个失忆的人 为什么会在异国他乡 找到他 这点米兰尼小姐已经解释过了 他发现一个名单 在名单上 梁将军的战功显赫 问题是 我不认为他的解释说得通 米兰尼在大使馆工作 他最了解的 应该是中国的大使 参赞外交官 而不应该是一个军人 局长说的是 这一点我还真没想到 但是梁藤将军的战功 确实是巧 在这件事情上 梁藤确实为党国立了大功 但我想知道的是 这个功劳的背后的原因 是什么 这也许是一种巧合呢 巧合 一个失忆的人 能关注一个人 并准确地找到这个人 还给这个人传递一个秘密 你有什么理由让我认为 这是一种巧合呢 但是巧合 但是巧合 有时是无法用逻辑来解释的 我有一个解释 能让这个巧合说得通 那就是 梁童 如果是这个失忆的米兰尼小姐 在失忆前印象最深的那个人 那这个巧合就说得通了 那这个巧合就说得通了 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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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只能是也许 因为在医学上并不支持我的推测 毕竟是一个很多种 其实是因为这两个人的身份太过特殊了 我们不得不谨慎从事 说到点子上来 这就是我们工作的悲哀 我们必须用逻辑 来解释每一个特殊人物的所谓巧合 所以我们才会终日忙碌 而且永无宁日 是 是 我们应该知道些什么 我要清楚地了解 和梁童有关系的每一个人 每一件事情 是 而且 这是一种警告 警告 梁童这么精明的人 着动出错是不可能的 跟踪就等于是警告 在慌乱之下 他也许有可能露出小小的破绽 明白 我马上去安排 绝对不会让人知道是我们做的 曾光熙再次提到了梁童间谍的才能 这让梁童如坐针毡 梁童被曾光熙当诱耳抛向了米兰尼 他不得不卷入了这场危险的游戏 无疑 这是曾光熙一石二鸟的把戏 曾光熙对自己的疑心加重了 新年苏才 在哪里 新年苏才 这些巨大的 新年苏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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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 你怎么了 听见没 猫叫 真够神人的 我现在都不敢这样计 一听到猫叫了 我心里跟脑似的 喂 梁将军 好 我会准时的 好希望梁将军 邀约敏来瞧见 我想赞成汇报一下 导致 出发 不辨我 干什么 泰 水泰 泰 来 梁 梁建议 刘老爷的 您的座已经安排好了 老板您亲自接待我 我不接待您 谁还能让我亲自接待呢 来 来 谢谢您 梁建议 您请坐 我先给您七壶茶去 好 谢谢您 好 谢谢 好 谢谢 好 谢谢 生长 离这么远 你看得行吗 别呀 咱都来了 往旁边喝一杯呢 走啊 回到重庆 第一次来见明安妮 梁童却是在帮助曾光熙调查她 曾光熙这套把戏 完全让这次见面成了围观 梁童不得不小心翼翼 另外 后面跟踪的是什么人 他有一种如履薄冰的感觉 行 呀 回到哪里 就去呢 这儿不太好找吧 要不是你约我来 我都不知道 还有一个这么有意思的餐馆 二位先说会儿话 我立刻上菜 听你安排 好 谢谢 看来你是这儿的常客 那就把我给吃穷了 这儿的炖鸡面非常有名 是乾清御厨的招牌 一会儿你可以尝一尝 刚才那位老先生呢 是这儿的老板叫刘德秤 这个人呢不简单 以前啊是地食师的少将旅长 后来地食师呢 伤亡非常惨重 这个编制就给取消了 他就在这儿啊 开了这个饭店 叫邱三馆 他呢是乾清武军大军的 来到我中间 尝尝